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欢迎收听本周的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这一周呢我们要来谈谈公司的人才培育问题 不管你是企业负责人 是主管部门的主管是大主管或中主管 还是说你是一个部署都没有关系 我相信这个主题呢跟各位呢都息息相关 那其实呢这个礼拜是我们在农历过年后 第二个上班周嘛 那我也在之前的节目上也陆续都有提过说 其实在农历过年后呢 大概是很多公司呢开始出现离职潮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的团队也是非常贴心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持续来探讨一个 可能是现在在职场上 在农历过年后一个蛮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人才的流动的问题 那第一篇文章呢 是我今天跟明天呢 要连续两天来跟各位分享的呢 是在2022年的1月号 也就是今年1月而已 然后现在才2月嘛 在我们的紫本杂志上有一篇蛮重量级的文章 那当然这篇文章在紫本杂志上有 在我们的官网上也是会有的了 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活用学习曲线管理机优的团队 那他这个学习曲线呢 在内部里头讲的就是S 我们叫S 就是STUV的S 所以就是一个学习曲线的概念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其实也大有来头 他叫做Whitney强生 Whitney Johnson 那我们台湾人非常熟悉一个西方的管理大师 就创新大师叫克里斯丁生 他已经已故了 他是一个破坏式创新的大师 那这个Whitney惠特尼强生呢 也曾经跟他共同创办了这个玫瑰园投资顾问公司 他本身呢 也是一个很蛮知名的一个学者 或者是一个专家 那他曾经在2014年 被Fortune杂志票选为这个 比如说推特上最有影响力的55位女性之一 那么在全世界的商管界 有一个50个Management Thinkers 50就是50大思想管理思想家 那他也曾经入选其中之一 所以这个Whitney Johnson 也算是在西方世界蛮有名的一个管理的学者 那么他目前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还是担任着一家人才发展公司的执行长 那这家公司叫Disruption Advisors 那么这一家人才发展公司 他有一个很坚定的理念 就是说在任何的组织当中 成长的基本单位是个人 你越是了解如何回应员工对成长的渴望 你就越有能力让你的员工成长 也可以让你的组织成长 也就是说我有员工成长 组织才能成长 这是这一家公司的坚定的理念 蛮符合这个人才发展公司 该要有的信念 Whitney强生 其实多年来都在传播一个理念 叫做学习的S曲线的这个概念 那他把这个概念用到这个人才发展上 那他这一篇文章就是在讲 这个到底如何把这个S曲线这个概念 用到人才 可以是个人的职爱的发展 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内 做人力的盘点 人力的规划的一个参考 那如果把S曲线用来一个人 把他想象成一个上班族 一个工作者 他的学习曲线来看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接了一个新的工作 我们什么都不会 尤其是社会新鲜人 他可能连如何打电话给客户 他都不知道要注意什么礼仪 有没有什么SOP 一定要讲哪些话 要如何应对进退 连打电话都可能是个学问 然后他可能要写报告 报告有没有什么格式 他要适应 报告内容可能要哪些观点 他可能也要学习 总之就是说 你从一张白纸开始 你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起点 所以如果我们S曲线的底部 听众你也可以拿一张 或者是你用想象的 你在这个学习的S曲线的底部 就是缓慢的上升 有一个阶段 你要缓慢的上升 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 一般职场上的人 你可能就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一些困难 不会不懂 不知道 也不知道去问谁 可能都会有这个阶段 所以一开始的初期 是缓慢的上去 那慢慢的 你就会得到一些经验 得到一些帮助 然后慢慢的 你就克服了这个挫折 你第一通电话不知道怎么打 打10通 打20通 打30通 你总是慢慢就了解的 可以应该怎么跟别人应对进退 所以就慢慢的进入了 所谓的这个甜蜜期 就是你慢慢的获得了技能 你可以掌握了这一份工作的需求 你需要掌握的一些要点 都慢慢有了 所以你就进入了这一份工作 甜蜜期 那么到了这个曲线的高峰 所以我们如果画这个S曲线 它当然不是真的这么弯 你可以把S稍微拉扁平一点 拉这个弯度稍微减少一点 就大概可以出现 我们杂志上所画的这条曲线 所以到了起点 就是所谓的起点 初期它是缓慢的上升 到了甜蜜期 我就快速的陡峭的上升 到了某一个阶段 它就进入了精通期 也就是所谓的成熟期 就是这份工作 已经做到如雨得水 非常熟练 大概挑战已经是非常低了 那这篇文章就要强调说 当一个员工 或者当一个 你如果是一个工作者 你已经进入了 你某一个技能的成熟期 请你开始再去寻找 另外一个技能的底部 S曲线的底部 因为你要再学习到新的 或跨的领域的 或者是不同职能的挑战 否则你就会在精通期 对一个个人来讲 你可能容易感到厌倦 感到无聊 感到无趣 感到没有未来 你有可能对组织来讲 这个员工可能就会跳槽 对个人来讲 这份工作已经缺乏乐趣 缺乏挑战 他也会有异动的心 所以你仔细听 这里是重点 如果你是员工 你把自己当做 你就是上班族 你是一个职员 你自己要评估 你现在这个概念 应该很清楚 你现在所做的工作 如果花一个S曲线 你现在是在这个S曲线的 哪一个位置呢 如果你已经在甜蜜期 那工型里 你还有很多可以学 然后你也没有那么菜鸟 你也没有那么嫩 所以你一定会快速的成长 但是如果你已经在S曲的顶部 也就是精通期 你就要想 你可能要再寻找新的 轮調的机会 或跨职能的机会 或者是学习一个新技能的机会 要不然你就真的会变老贼 就变得无趣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主管 你要用这条S曲线 你把你所有的员工 一个部门的话 有多少人 你把你的员工 在这S曲线上排排看 是不是在S曲线不同点 都有人 那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配 就是你不要所有的员工 都在起点 那表示你的部门 实在太嫩了 你根本没有可堪用之人 你也不要所有的人 都在成熟期 那也是不好 表示说 有一些部门 从永远都没有人离职 都是老鸟 这也不好 因为每个人都在精通期的 他已经其实是 有点倦怠 有一点疲乏 缺乏新鲜感 所以最好的配置 应该是在S曲线上 每一个位置 都有人平均的分配 这样子 这个组织是比较健康的 也比较有能量的 也比较正向的 哈佛商业评论 绑造文明全球的 哈佛商学院 个案教学方式 推出领导者学程 至开课以来 加贫入潮 是训练企业精英 决策思维的最佳课程 第四期 领导者学程 宪政报名中 独家优惠 提供给哈佛听众 请到说明栏 点击连结 了解更多 那么在这一篇 活用学习曲线 打造这个高绩效团队的文章 其实也举了 好多好多的 企业的主管的例子 就是他们怎么 善用X曲线 来帮助员工成长 甚至打造一个 高绩效团队 那我在这里呢 就来先举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他在文章中提出了 就是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这个智慧企业的 解决方案的公司 叫做SAP 大家一定很熟悉嘛 那他举的这个案例呢 是SAP在印度的 邦格尔班加洛呢 工作的一个 工程师的团队 他叫做谢提 那么他的团队呢 一共有35个人 那他主要是在讲说 谢提呢 非常善用X曲线呢 来培养他的员工 那他呢 非常强调说 我刚刚有提到说 在X曲线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要有人嘛 所以他的员工 他会确保他的 他的某一个职能的 某一个部门的 或者是他这35个人呢 都是在这里 是平均分配的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配比 然后他非常重视 员工的发展 所以他每周呢 他会跟每一个员工 都有机会面会一次 那他会请这个员工 在X曲线上反思说 每一个员工都有一个 X曲线的量表 就是你是在这个量表的 什么阶段 然后呢 针对每一个量表的 不同阶段 会提供他一些这个 直来发展的一些指导 比如说你若是一个 量表的底部 那当然他就要教你 要陪伴你 给你很多的coach 教导 让你可以快速进入甜蜜期 那么你若是在甜蜜期 当然他也会很提供 你需要的协助 让你可以进入甜蜜期 而当他发现某个员工 已经在甜蜜期之后 他就会左手开始发展 他需要另外一个 X期的底部 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挑战 接受一个新的刺激 否则这个员工 可能就会离职 所以他是这么精心的 来发展每一个部署的 直来的发展这么的用心 非常受到瞩目 那么他在除了说 他会划每一个员工的 X曲线的范围 以及提供他必要的协助 让他们成长之外 他其实也会提供一些 额外的辅导 类似像一个教练 比如说他会指导他们说 在专业技能上 他应该要加强些什么 就是每一个员工 应该加强些什么 比如说他会推荐他们 要读一些跟专业技能 相关的一些书籍跟课程 他会提供 同时他也会提供一些 不同的一些领域的指导 比如说他觉得某一个员工 很有创意 他可能就会引导他某一本书 或者某一些课程 或某一些影片 对他在这一方面再加强 可能不是他的执掌范围内的 专业技能 而是额外的 可能跟态度有关的 可能跟创造力有关的 可能跟一个人的视野有关的 他也会提供这一方面的指导 等于是说他帮每一个员工 都有一份专属的量身定做的 一个成长跟培养的计划 那尤其他在每次跟员工面台的时候 他非常特别重视是说 哪一个员工他让他认为说 虽然现在都可能是基层的员工 或者是说从来没有带过人的 一个工程师 他会特别去注意说 谁具备领导的才能 跟领导的潜力 所以他这边就举到一个例子 他几年前就挖掘到 有一位工程师 他是技术很强 但是他从来没有当过主管 而且他从来没有渴望过 他有一天要当主管 要带人 因为有些人的确是 他也会自己觉得 我可能不适合 我就做个工程师就好了 我做个技术高手就好了 那可能这个谢提 因为他一天到晚在跟同事面台 而且他也当主管好一阵子了 所以他会有那个直觉 觉得说这个人 应该是有领导的才能 所以他就会开始给这个员工机会 试试看 让他去带一个专案 让他去做一个小主管 带两三个人 他就从中就慢慢的就挖掘 这个人 他从来 有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当主管 却因为被挖掘的 被谢提发现了之后 后来就变成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 不过呢 讲到这里 我也要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是说 我相信各位听众会来听这个节目 一定都对自己的直哀有比较高的企图心 你热爱学习 所以我相信你不会是我下面讲的这种情况 那你们会比较属于希望在S曲线成长 快进入成熟期 然后再学习新的技能 我相信各位都属于这种类型 不过我在工作上 也常会碰到有 偶尔也会碰到有一些同事 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成熟期了 每年或者是每次 这个专案都是某某同事在负责 然后他做到经了之后呢 他也会抱怨啊 他会说 哎呀我老是做这个面 都有机会学习新的 我老是在做这个 他整天在抱怨或常常在抱怨 那有一天呢 我就觉得说 我也受不了他的抱怨嘛 所以我们就给他换个角色啊 然后就跟他说 我已经找到人来坐你的位置了 但是我碰到一些情况是 他不一定很高兴 他会觉得说 我只抱怨归抱怨 我不是真的不要做啊 那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有一些情况是 也不是每个人啊 都希望啊 永远在学习新的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头 也要观察 当你要调动一个员工 说他已经在高兴起 他是不是愿意动 也不一定是每个员工都愿意动啊 有的人觉得说 哦好不容易我熟悉的这个 好不容易我可以掌握这个 哇再去学习新的 哦太累了太累了 所以呢我相信呢 说说会听这个节目的人 应该都是属于希望不断寻求刺激的人啊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在职场上可能有一些人是希望稳定一点的 我们组织也需要这样的人啊 但是他有但是有些希望稳定一点的人 有一天到晚爱抱怨 有时候你也不要当真了 他可能只是要你秀秀一下 要你注意他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的分享主要在这里 在这里要做结束 在偏重的是比较S曲线 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是个人的成长的部分 那明天呢 我会偏重一个组织的管理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部门的主管 你怎么样去盘点你团队的S曲线 做好接班跟团队建制的工作 帮助你打造高绩效的团队 所以请你明天呢 要再回到我们的Harpod的有关于打造高绩效团队 三用S曲线的这个下半部 那么在最后呢 我也要再跟各位听众做一个推荐 如果你对我们本周所推荐的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都跟我们有做企业内的学习的方案 所以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说明栏填写这个表单 预约了解哈佛这个混成学习的方案 我们叫做PLC Personal Learning Cloud 找到提升团队绩效具体方法 在这一方面 哈佛商业评论也可以帮助你 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吹波w.hbrtai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畅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